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的晚间程序 如何做到足够的保湿 还有有弹性 甚至乎是淡斑淡印的 在洗完臉之后 我就会用Colson的这个蜡菊唇脑 因为蜡菊是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 所以有很多时客人如果他是在发敏感 其实这个蜡菊唇脑是非常适合他们用的 如果你是正常皮肤没有特别敏感的话 这个蜡菊唇脑也会有一个美白 尤其是淡斑或者淡暗瘡印的功效 接着我就会用Luni的这个补水精华 它分开两种 一个是Balance的 它的质地会薄很多 水质很多 适合一些油性或者偏油皮肤 混合性皮肤用的 而它另外一种就是Repair 这个会适合干性皮肤 像我这一类皮肤使用的 而这两种补水精华也是没有这个精油成分的 所以就算发敏感 又红 又痕 都可以使用的 因为它本身也是有舒服敏感 保湿的作用 我在这里就会用Luni的保湿淡印高效精华油 它里面的成分有蜡菊和玫瑰果油 也是用了CO2 extract的提取方法 所以它可以完全保留整个植物的一些营养成分 而蜡菊和玫瑰果油 它们这两个是有非常好的协同效果 可以帮助治疗一些巴痕组织 而对于一些发敏感的皮肤 也是有非常舒缓的功效 而对于淡斑和淡暗瘡印的效果 这一类也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这个产品是舒缓敏感的同时 也是可以帮助淡化核食素的 所有Luni的这些活性精华油 除了护肤功效之外 其实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情治的管理 例如这一支保湿淡印高效精华油 它是蜡菊成分 而蜡菊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勇气 在我们现在面对的重重困难里面 大家都要面对很多突发的事件 或者每一天的挑战 可以帮助你增强那个勇气 所以我最近也是用得它特别多 最后一层我会塗上Luni的面霜 这个产品其实还未出售 不过想率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 我也是感觉非常之 令皮肤保湿之外 也是非常之软熟 而它里面的精油 也是令我觉得非常之舒服 可以冷静到的情绪 或者有些客人 已经试过我们日头的抗菌面霜 可能你就会知道它的质品 也是非常之易吸收 用完之后 除了保湿之外 也觉得软熟了很多 还有香味 很多人都喜欢的 大家如果想留意更多天然护肤粉 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们个赞 大家随时会有一些即时的优惠 所有的更新都会在我们 猫婆药房的Facebook 记得follow我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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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